很多人问我,信安在这么严重的疫情做电产行业 是否无所事事,是否无客人留在家里休息 说就没用,让我带你看看,我在这个时间都忙到爆炸 就算在疫情之前,我都设置了在5点半起床 早上都喝一杯暖水,已经成为一个习惯 很多人认识的,我都知道我5点半就开始做健身 相信一早做最难的事,那一天就没什么挑战可以难到我了 然后我去冲个冻水凉 就算我出不出去,我都尝试穿得最整齐 令到我 subconsciously觉得我每一天都是上班 见着客 每一天我都会读这个app 叫How to make friends influence people 就讲到make sure others like you by smiling, listening and showing your appreciation for them 准备好我的日程之后,我都会先帮下我手上的客人 看看有没有新的房屋放在MLS 今天我有四个买家是想买屋 所以我要看四个不同的地区,四个不同的价钱 当我找到合适的房屋呢,我就会把它放在Google Excel那里 接着跟我的客人分享,告诉他们今天有什么新盘上市 来到10点了,10点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的team meeting 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全部的team meeting都是做网上的 通常都是讲业绩,还有有什么新的盘是上市的 one hour later team meeting 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今天第一次post social media 做了一个post出来,大约10-15分钟 2点左右就跟买卖双方讲下的进度 接着就到了我整天最期待的20分钟power nap 就好像restart那样,立刻醒了 地产经纪... 其实每一天都很不同 好在于那天有多少个客人要打电话跟我们follow up 跟我们跟进买卖的进度 那天有多少个盐屋师要聊天,去拿理据 帮到买家减低的价钱 还有跟发展商去谈一谈下一个项目的资料 所以我们做经纪的每一天的日程都改得很快 今天有个很认真的买家想看这一间屋 one hour later 在屋间有带了体育餐宝啦 口罩,膠鞋,还有搓手翼 之后我都会回office 去拍一两条短片 去告诉买家和买家听 现在的市场和他们看的地区有什么更新和更新 其实我们拍片呢,一个人已经足够了 最重要和最多时间放在的就是剪片 因为剪片其实多,如果一段片大约五分钟都可能要剪成一两个钟 所以我们一个人做的时间就比较长些 拍完片之后,我都会拿时间出来想一想 下一期的marking plan 还有有什么方法可以继续推广自己 到了4点左右,就是第二轮发social media的时候 然后又到第二轮帮客人看看有没有新的楼盘上市 或者一些exclusive list 之后就回到家 换衣服 开始煮晚饭给自己吃 现在做了一个习惯就是晚上读书 都是通常读一些有用和有兴趣的科目 到了晚上9点,就是我最后一次post social media 然后就完成我整天的日程 作为一个地产经纪就好像开公司那样 我们自己self image和付出的努力就好像我们自己公司的资产 我明白到有很多自雇人士现在都在家里休息 其实我同意的 就算是,我们也可以用最安全和最快的方法去帮到客人 因为地产是列明于essential business 好了,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 记得帮我按个like 然后订阅开铃铃铛 如果想知道关于多些地产明星和信安的话 就可以去我的IG和Facebook 好,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